不是有钱就快的 你说我房子我还真 我冬天我上海南 我海南有房子 有钱大妈来相信 直言好几套房子 没想到碰见更有钱的 这个大爷名下有三套房 北京海南和老家 这还不算盖了一个平房 这给大妈都惊呆了 你这不大地主吗 可能有 我哪都有房 这大地主 我和你说妹妹 我是公信阶层 你公信阶层人家这么有钱呢 三万五还拿不出来吗 胡大爷你可真烦二塞 不过咱大妈可不是物质的人 她一心只想找个浪漫的老头 你还在胡 没事牢牢我 抱抱我 请你我 正好这时胡大爷就提出 自己未来的计划 希望未来老爸会开车 两个人出去自驾游 现在他的生活目标 就是两个字 享受就完了 趁着自己年轻 想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你是咱自己开车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在这里玩几天就玩几天 你没有车的话 你打车 有的时候到农村去不方便 这一点就和大妈产生分歧了 坐公交车很方便 不行咱就打车 大爷说那不行 他想要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驾公交车能上高速啊 常白山玩以前玩腻的静波湖 古达莲池 喝的是黑空江 走一走 看一看 坐一圈累了 找个地方休息一天 大爷说自己倒是会开车 但是自己看也太累了 胡大爷 你这和别人的乡亲都不一样 别人都是想找个免费保姆 你是想找个免费司机 你要找女的开车 你要先找年轻人就行 年轻人像我姑娘都会开 你像我的岁数 你开的也太少了 大妈还说自己没有驾照 也不喜欢开车 而且大妈也感觉到了 她和大爷的层次确实不同 两个人就是八杠子打不着啊 层次数字太高了 那你看人家啥都会 那一数字不就高吗 那和你真的就不一样了 咱们就是公园 你跟人家 你话说白的都 都属于不是一个党费 不过这个大妈还是很看得开 两个人的相亲已经结束了 希望这个大妈可以早日找到 亲亲抱抱举高高的老头吧 谢谢大家